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你放心 我会尽力的 那 你怎么像刚才那个长发交代 拖一段时间 就是问了 没办法 我拍几张照片 回去以后确认他们的身份 右一点 放大 好 好 我们赶紧走 快 走 对不起夏小姐 刚才遇到了戒严 我来迟了 没关系 我只知道你会跟我联系的 我 有一件事情需要您的帮助 你说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从陈碧姐那儿了解到一些情况 她负责的这个事 关系到我家乡父老的性命 我不能袖手旁观 我要救他们 我需要得到您的帮助 我就说嘛 夏红轩的妹妹 不是一个认识 我可以帮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可以帮你就是那些父老乡亲 以后 您要帮我们 从萧生碧和宋光那里 打探到我们所需要的消息 为抗战的最后胜利 做出一份所有中国人应该做的贡献 带局长指示我们 行动当日兵分两路 一组由夏宇竹负责 只要营救这些战俘和劳工 二组由顾商局负责 我们得到消息 汪伟政府办公厅主任肖成帝 三日后 会在中山北路二百步十九号 国际联欢社出席一场外交部驻华使馆的刺杀活动 你的任务是 抓住这次机会 对萧成帝进行刺杀 刺杀萧成帝 我说去 成帝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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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